这倒是一桩我不曾知道的事 怪不得 她去年跟燕青提到 十三娘给她谈的东风饮食 燕青立即说困了 转身就回屋睡觉 不愿意跟她多谈呢 原来 她是怕她过早知道内情 我真是极羡慕整肚时 少主哪怕没与你面对面见上 却也因为暴雨那日 风吹起车帘的一面之缘 和你的赠伞之仪 而心仪你 而我 若非与她沾着表兄妹 这一层关系 她怕是连见都不想见我 你倒是个痴情的人 自古痴情人多不幸 我这一生求而不得 下辈子也不想再求了 想着黄泉路上 她大约也不愿意见我 跟在身边 所以 我觉得我晚一步下去也好 那时 她兴许已喝了孟婆汤投胎了 你其实 也没有做什么十恶不赦 不可饶恕之罪 你若想活下去 不想了 多谢掌舵时 我无父无母 自小在姨母跟前长大 姨母死了 表哥死了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灵化点头 就算她免她死罪 也要将她流放苦寒之地 活罪也难逃 掌舵时保证 我去天牢里死 就不脏到你的地方了 十三娘迎迎一拜 依稀有了冠绝江南时的风姿 灵化没说什么 目送十三娘转身 谁影不见后 她重新提笔 给萧枕回信 给萧枕的书信送走 灵化琢磨着 还是不能让燕青躲过去 便起身回了房 房间内 燕青规规矩矩躺在床上 云落坐在床边 给她拨荔枝 这是南方新下来的荔枝 骑最快的马 花了大价钱 最新送到的 刚一送到 灵化便让人给燕青送来了 她刚走到门口 便听燕青感慨 这每吃一口 吃的都是金子呀 嗯 这的确是个奢侈至极的东西 但主子说了 吃荔枝的季节 也就这么两天 总得让小荷叶尝尝 便还是让人绕远 送来幽州了 往年呢 往年都送去京城 灵家一筐 二皇子府一筐 那今年呢 京城有没 嗯 有 幽州送来一筐 京城的灵家和皇宫 依旧如每年一样 哼 她就是对萧枕最好 云落不知该怎么接话 索性拨了荔枝 堵住了燕青的嘴 不吃了不吃了 这荔枝一点也不甜 是您吃醋了吧 如今心里大约酸得很 荔枝明明很甜呢 给陛下的是孝敬 给哥哥的怎么能一样呢 她一边说 一边去洗了手 接过云落的活 坐在了床边 我给哥哥亲自拨 这荔枝就绝对的甜了 林华亲自拨的荔枝 自然甜 燕青前一句还对云落说 不吃了 嫌弃不甜 但林华接手 亲自给她包后 她一连又吃了好几个 怕苦的人 最喜欢吃甜的 燕青这几天 喝苦药汤子 喝得满辛苦 若非林华盯着 她自己也知道 这伤 若是不好好吃药 她以后落下病根 怕真成一个药罐子 并咬着牙 一日三顿不辣的都喝了 所以说 这荔枝其实来得正好 解了她大半的苦 哥哥 在接手陆林新主令 没有与我大婚之前 你去过几次江南 干嘛 盘问呢 嗯 两次 所以当年 我接手江南曹月后 出去江南时 你也去了 燕青眼神飘了飘 你一个小姑娘 我不太放心你 便也悄悄去了一趟 只待了两天 发现你厉害着呢 我全然白担心了 便要悄悄毁惊了 所以 当年我慕名去燕之楼 听十三娘唱曲子 你就跑去给我弹了一曲 东风尹 谁告诉你的 十三娘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 这件事啊 燕青没想到 还有一个十三娘 是漏网之鱼 她无语半天 才嫌弃地说 穿着女人的衣服 从头裹到脚 生怕被你发现 跟做贼似的 有什么好说的 灵话懂了 太丢面子嘛 那一曲东风尹 我很是喜欢 后来十三娘再弹 我总觉得不对位 一度猜测 是宁夜弹的 没想到 却是哥哥你弹奏的 他倒是想的 我怎么能给他机会啊 所以当年我出到江南 其实你与宁夜都去了 你拦了他一次 后来宁夜又去江南 你又使乱 让他匆匆回了碧云山 去年你我大婚后 陆林扣押江南草原的船只 我本想自己离京 不带你 你与我恼了 目的其实还是想让我带上你去江南 光明正大地跟在我身边 哎 哥哥 你也太厉害了吧 厉害什么呀 你差点与我合离呢 都动心思了 我当时生怕自己过了头 提心吊胆的 你还提心吊胆 是真的 行吧 不说了 之后 林化又一连处理了几日的事情 才在燕青不满的眼神下 揉着发酸的肩颈 躺回到床上休息 燕青看着他苦兮兮的脸 没好气 朝廷有那么多人 都是吃干饭的吗 只累你一个 傻不傻 等我养伤个十天八天的 能赶路了 咱们就回去 让陛下派人来接管幽州 这不太好吧 京中的人来了 两眼一摸虾 全无头绪啊 那就将崔岩书留在这里 反正你已经将琉璃给他了 他若是不认劳认愿 你就将人要回来 不给他了 还能这样操作吗 这么多事情 若我真甩手走了 扔给崔岩书 他从梁州回来 怕是要哭吧 哥哥真不想在幽州待了吗 燕青顿了一下 呃 倒也不是 林化明白了 事情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完的 我这几日 确实是急迫了一些 从明儿开始 我慢慢来 绝对不会让自己累着 哥哥安心养伤 等我把手头要紧的事情都处理完 其余的事慢慢处理就不会太忙了 咱们就算回了京城 怕也是不见得多清静 燕青伤好后 萧枕一定不会放过他 先皇是妻 先皇英明是英明 但心软也是真的心软 帝王手段太过温和 渔官是好事 渔民是好事 却也是坏事 后梁各处弊端实在是太多了 更遑论 萧泽做太子多年 为着一己私利 很多地方都掏空了 又因为碧云山和幽州谋反 随好内需无数 萧枕如今做了皇帝 接下来要面临的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诸多事情怕是十年都忙不完 哥哥 你可真是一个坏蛋 怎么突然就骂我了呢 我想要的夫君 是简简单单 能让我相夫教子的夫君 你瞧瞧你 属心你还是吗 燕青摸摸鼻子 果然跟他说了实话 就知道他会拿出来与他算旧账 那怎么办 我答应的人是先皇 要不我单方面不做出了 唉 罢了 当初做顽固 又不是你的初衷 就该让世人都知道 你从来没有堕落了端进侯府的门楣 燕青笑 伸手捏他鼻子 依我看 你也就说说 你能豁得出去 消枕累死累活 却豁不出去 让后两百姓没有好日子过 可不是吗 自从遇见了哥哥 我丢去天边的良心 都又回来了呢 真是小准的福气 普天之下 也就他们俩在私下里 还一口一个直呼陛下明慧 也就说出了 吗 员